好 今天的17例境外移入 有7例是突破性感染 那分別有接種AZ2劑 BNT2劑 嬌生1劑 那也有接種科興的疫苗 那另外這邊跟大家 再報告一下比較新的關於Omicron的一些 分析的情形 這個是南非他們昨天官方公布的 這個監測的更新的結果 那從這個圖大家可以 看到就是說 從2021年的今年的1月開始 南非事實上 以變異株的角度來看 經歷過3次的這個變異株的 疫情 那上半年是Beta 然後最近半年大概是Delta 可是從11月開始 他們已經回溯了檢驗11月的 檢體 發現從11月8號 最早是11月8號可以驗出 有Omicron的這個陽性 那整個11月來看呢 這個Omicron已經一支獨秀 超過了Delta 目前是占11月所有的這個定序結果裡頭的 74%都是屬於Omicron 那跟10月相比是完全 反過來 10月份的時候Delta還是占 79% 所以就是在這一個月當中 就是這樣子 豬羊變色 就出現了這個Omicron 這種為主流的這個疫情 不過就是從那個病例 減出數來看的話 在下面那個小圖的話 還是算是相對比較少 這個跟大概現在 他們這個定序的這個 還要再加 加把金 再去做更多的這些檢測 才能夠知道 到底有多少的Omicron的病例 那目前總共 11月已經檢出陽性的Omicron病例是183例 跟我們先前所講的這個77例又已經增加了 不少 所以現在來講 在南非應該是一個Omicron 為主的一個疫情 那他們目前在這個不管是 確診數或者是住院數 看起來都有一個快速 上升的一個趨勢 那至於說重症 是不是有增加 這個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那另外在國際疫情的部分 到 昨天全球的統計 至少是27國 總共報告了370個 確診Omicron的病例 大部分是來自南非 或非洲的國家 也不少是來自 奈及利亞 那另外就是以色列跟日本 分別有報告來自英國跟秘魯輸入的病例 不過因為這些病例中間都有一些這個 飛行 或者是聚會等等的這些接觸史 比如說 以色列的這個病例是去英國倫敦 開了一個 大型的千人的會議 那秘魯的這一例中間 也有轉機 所以到底這個感染地是不是 確實是在英國的社區 還是說是因為大型 聚會有其他相關的外來人士 或是說秘魯這個案例 是不是轉機當中感染 這個都還有在進一步的 疫調 所以這個部分的研判還在進行當中 那至於 就是說 還有一些像歐洲的一些國家 是社區感染的病例 那還在尋找跟 一些境外入的個案有沒有關聯性 這部分 也是還在疫調當中 那不過就是比較好的消息 其實是說 就歐盟的59例的這個個案報告 來講 還沒有發現有任何是重症 或者是死亡的病例 所以這個是比較呼應 大家先前有些專家從南非的觀察提到說 也許這個重症的情形不如想像中的高 不過這還有在更多的病例觀察的情形 另外一部分是南非昨天的報告有提到 就是他們針對除了S基因的一些圖片之外 也有分析這個Omicron其他的基因特徵 那這邊有兩點跟大家做報告 一個是他有這個另外一個基因 沒有帶有一個 特徵 G671S這個特徵 那這個特徵的 意義是說 他在Delta如果有被發現這個特徵的話 通常是屬於病毒量偏高的這個個案 所以沒有帶有這一個圖片的話 那研判這個感染 Omicron的病毒量可能會較Delta稍低一點 那 這個有待後續更多個案觀察的一個印證 第二部分是大家先前也有關心說 會不會影響 檢測的這個準確性 那在這個N蛋白的分析 是沒有發現有影響已知這個抗原快篩的 一些圖片 所以目前的研判也是說 大概就抗原快篩 來講 檢測Omicron應該仍然是比較 還算是 準確 這個部分 也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至於大家更關心的 比如說測染力道也是 增加一倍 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或者是說疫苗 各種疫苗的保護效果 有沒有減少多少 還有重症的比例 這些都還沒有新的資料 有的時候再跟大家做報告 以上